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小童 香菜炒肉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 那么这道菜怎么做才好吃呢? 我们今天就来分享香菜炒肉的几个小技巧 一起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把摘好的香菜放进菜楼里 然后打开水龙头 用流动的清水把香菜清洗干净 最好是像这样一根一根的清洗 特别是香菜的根部藏有很多的泥沙 所以我们要着重清洗 洗好一遍后把水倒掉 继续用流动的清水 彻底地清洗个两三遍 这样就可以洗掉里面的虫卵和一些脏东西 洗好后控干水分放在案板上 先把香菜的根筋切下来 装入盘中备用 再把叶子的部分给它切成小段 香菜的叶子和根我们分开放 叶子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炒这道菜 大蒜必定是不可少的 先将大蒜切成蒜片 再将它剁成蒜末 接着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改刀后切成姜末 切好后把它们一起装入盘中 放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一节大葱 改刀后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和将蒜末放在一起 再准备两根洗净的芹菜 斜刀切成片 切好以后放入装香菜根的盘里 然后准备一块里脊肉 把它切成均匀的薄片 肉片我们尽量切得薄一点 炒出来也会更加鲜嫩好吃 切好后装入盘中进行腌制 加入一勺生抽和一勺料酒去腥 一丢丢老抽上下颜色 然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用筷子把它们充分地搅拌均匀 让肉片充分地吸收料汁 把肉片搅拌至像这样顺滑粘稠的状态 放一边腌制两分钟 下面再来调个碗汁 碗里加入一勺生抽和一勺米醋去腥 一勺自制的泡椒小米辣 和一勺蚝油提鲜 一勺食盐入味 半勺白糖提鲜 最后是半勺胡椒鸡精和一勺玉米淀粉 然后用勺子把调味料搅拌均匀 一直搅拌至所有调味料完全融合 搅匀后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起锅 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烧热后下入肉片 用筷子快速地划炒 这样肉片就不容易粘连在一起 而且受热也会更加均匀 不一会的功夫 肉片就炒熟炒香了 接着倒进香菜根和芹菜 姜末蒜末和大葱也一起倒进来 把它们一起煸炒 炒出香味 炒至香菜根和芹菜基本断生后 再倒进调好的料汁 然后开大火快速翻炒 把食材炒至入味 出锅前倒入切好的香菜叶 这个香味糊的一下就出来了 快速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差不多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香菜炒肉 这样炒出来鲜香入味 肉片嫩滑 带着泡椒的香气 再裹着脆爽的香菜 非常的开胃又下饭 只要你吃过一次 绝对就会念念不忘 有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做做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记得点赞加评论 关注转发哦 下个视频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